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就是当时在国内联赛的时候联系的这边的训练师嘛 然后也是他在纽约有自己的训练基地 当时就订的 联赛期间就订好了来这边训练 能跟我们说说你在纽约比如说你的衣食住行啊 住在什么地方啊 一般每天的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日程啊 我的日程工作还挺规律的吧 就是前面可能一个月的时候在这边自己请教练嘛 然后就是每天上午练 然后中午睡会儿 然后下午练 然后晚上学英语嘛 然后吃的啥的都是 就是有体能师 就是去整理好的 吃了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 那从饮食上 我知道你现在特别注意调节 那来纽约之后还是说你一直坚持这样一种变化 呃 像之前没有 之前在国内可能就是因为一些饮食习惯嘛什么的 可能没有这么好 但是来美国以后就是比较克制 对 也挺难 也不是就是说也会想吃一些 对 从一开始一周可能吃两三次 就是调节一下 到后面慢慢慢慢减少到不吃 对 那你在纽约生活就我说到朋友也少 可能身边就陪你几个人 这个感觉平时训练之余 寂寞吧 或者说心里是什么支撑 你在这个纽约城中生活着 呃 不适应肯定会有不适应 不像在国内啊 包括语言方面什么都得去学啊 包括跟球队的队员能沟通啊什么的 还是因为去年不是来过嘛 然后也是心里有一个准备 所以为了就是这个目标 我觉得我也是在逐渐去适应 我因为想打就是美国那种职业联赛的话 肯定是要融入到他们那种环境里的 就是不论在场上场下 你如果说融入不进去 你肯定就不会呆得那么舒心吧 所以我还是很多时候可能会不适应 但是去更多的时间去强迫自己去融入到他们里边 去多说英语去这那的对 我一直很想问就对你而言 因为你从小运动员吧 就已经习惯了漂泊 但是这种在美国这种漂泊 跟你常规的这种运动员在外 有没有不同 有没有特别的感觉 呃 因为今年不是第一年了 就是相比去年要好很多了 就是心里已经有这么多个准备 就没有太多的顾虑 对就除了有时候孤单一点 确实朋友少 不像在国内朋友那么多 有时候可能去Jerry家 去做做客 包括他也是在这方面 也是帮助我去融入到球队中 融入到这边的美国文化 因为他就是这边长大的嘛 所以他还是包括思想呀 包括什么就是跟这边比较吻合嘛 所以说 对啊 所以我也很多时候会去问他一些问题 包括去请教呀什么的 对 我注意到你这个发型有变化 因为你的发型长期被国内球迷吐槽 说是太杂乱 这次是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突然变潮了呢 这怎么说呢 只是在国内忙的时候 没有时间去收拾去打理头发 所以而且他们也经常吐槽 就尝试了一个新的发型 也不是新的发型 新的颜色 新的颜色 这是灰色 还是奶灰色 这怎么称呼这个叫 灰白色 掉色了 现在是黄了 洗掉了 对 帅哥你疼 发一发 我是不是去 你要伸一下 伸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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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个伸一下 又伸一下 所以 就是飞机 他将年要把这个 你两个腿 你让他多伸过来 没事没事 没事 就让兵骨抓起来 抓起来疼 我会知道 你不想让他 你不想让他 在这一步 你不想让他 你不想让他 你不想让他